中美文件游记就选真营货代 周末去哪玩 新开ETV周末去哪玩 7月已经到来了 还有什么是比在夏天参加音乐节 更让人兴奋的呢 在这个夏天 乔治亚州迎来了三个 三个非常著名的音乐节 快跟着我们的节目 一起去看一看吧 第一 Raccoon Creek Bluegrass Festival 这个音乐节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也是乔治亚州最好的 蓝草音乐节之一 这就是Raccoon Creek蓝草音乐节 蓝草音乐是一种 源于美国的音乐风格 起源于20世纪初的乡村音乐 它深受爵士乐 Bloose和民谣的影响 蓝草乐器包括了五弦琴 曼佛林 其他和Bass 以及口琴等等 在为期两天的 Raccoon Creek蓝草音乐节中 游客们可以在这里 享受乔治亚州最好的 蓝草乐队和福音乐队的表演 据音乐节的传统 有了音乐 怎么能够少得了 美味的烧烤呢 是的 除了美妙的音乐之外 这个历史悠久的蓝草音乐节 将会让您品尝到 当地的烧烤美食 让您在清凉的微风与食物的香气中 度过满忘的时光 第二 Georgia Mountain Fair音乐节 文明乔治亚州的 Georgia Mountain Fair音乐节 是乔治亚州山区的一项 重要的音乐盛事 这个音乐节呢 每年举办一次 在乔治亚州的 Havati市 Georgia Mountain Fairgrounds举行 位于乔治亚州 美丽的阿尔巴西亚山外 这里呢 也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场地 Georgia Mountain Fair音乐节 是一个为期一周的活动 这个音乐节 为观众提供了 多种多样的音乐表演 其中包括 乡村音乐 蓝草音乐 摇滚乐 民谣和blues 等不同风格的音乐 在音乐节期间 来自于乔治亚州 及其他地区的知名音乐家和乐队 将在台上为您带来 精彩分成的演出 除了音乐表演之外 Georgia Mountain Fair 还提供了其他的娱乐活动 如农夫集市 手工一瓶展览 游乐设施 美食摊位等等 Georgia Mountain Fair音乐节 是一个展示 乔治亚州山区文化遗产的 重要平台 让人们有机会 可以欣赏到 不一样的音乐表演 感受到乔治亚州 江村音乐文化的魅力 为参与者们 带来难忘的体验 第三 Break Jam音乐节 Break Jam音乐节是乔治亚州 梅肯市的一个重要的音乐盛世 这个音乐节得名于 Break兄弟 Break's Bragg和Tart Bragg 1999年的夏天 梅肯的著名歌手兼作曲家 Break's Bragg 刚刚与他的新乐队 录制了一张CD 他们计划出发巡演 但在巡演之前 哥哥Break 带着他的小弟弟Tart 踏上了一场越野公路旅行 弟弟Tart 也是一名出色的古典吉他手 但是在7月3日 兄弟俩在德州旅行时 因一场车祸而不幸丧生 梅肯的朋友们 对兄弟的意外身亡 感到十分的震惊 Break兄弟的朋友 兼音乐家 拉塞尔沃克 组织了一场 当地音乐家的 即兴演奏会 纪念Break兄弟 才华横溢的一生 这场音乐会 最终演变成了 今天的Break Jam音乐节 Break Jam音乐节 持续两天 表演的曲目呢 包括传统的乡村乐 摇滚乐 流行乐 观众们不仅可以欣赏到 精彩的音乐演出 而且还可以深入体验 梅肯式的音乐历史和文化 接下来是深受大家喜爱的 每周固定活动 基本每个周末 你都可以参加哦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精彩节目了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右下角红色的订阅按钮 订阅我们的频道 双击频道给我们一个小爱心 也千万不要忘记到DoraVille的绿色海洋 领取你的免费礼品一份 好茶不贵 人人满意 中文去哪玩 下周更精彩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